受伤后能够做什么运动 最近呢我的手受伤了 我自己的训练呢有很多训练不能做 我最近做了一个视频就是受伤后怎样去处理 那原则呢是一个叫做price的一个原则 如果这个视频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问题来了 受伤后到底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不能做呢 那我知道很多平时喜欢运动的人 可能一旦受伤不能训练的话会觉得心里不舒服 会有一些心情烦躁 那我自己呢最近也正好有这样子的经历 因为手受伤了很多举重的东西都不能做 那今天正好就给大家做一个这样一个小视频 受伤后哪些能做什么运动 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对吧 但是我可以讲一些原则 那因为每个人受伤的部位不一样 程度不一样 那么你的受限的部位也一样 也不一样 你能够做的那些运动呢也不一样 首先受伤之后有一个原则 受伤部位呢 我们尽量要按照一个price那个原则 急性地去处理 慢性的话呢 最好是等到受伤部位完全恢复之后呢 再去做一些比较强度大的训练 第二个呢 受伤之后如果你想运动的话 你可以运动一些 跟受伤部位没有太多牵连的这些身体的部位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说你的肩关节受伤对吧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受伤的部位 那这个时候你能做什么呢 其实一般来说肩关节受伤不影响到你下肢的训练 比如说你喜欢做有氧的跑步的单车的 这个还可以做 如果说你严重程度不是很大的话 那你有一些自重的深蹲啊 或者一些自重的腿部的训练啊 这个都还可以做 反而呢这些运动呢 有的时候让你心情更加好一点 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血液循环 甚至还可以帮助你这个受伤部位呢 继续恢复 当然也不是受伤恢复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做 看你的这种损伤的情况怎么样 比如说肩部受伤 大多数的人是不能做内旋的这种动作 俯卧撑啊 推举啊 还有卧推啊 这些动作不能做 但是很多受伤的人 其实可以做打开胸部的动作 比如说背部的训练啊 这个反而是有助于帮你的受伤的恢复 因为很多时候受伤是身体前后两侧的不平衡 对吧 前不太紧 后不太松 这个时候避免内旋的动作 强化背部的动作 反而有助于纠正你的体态 防止以后的损伤 当然 腿部受伤 膝盖受伤 这是很多人 特别是喜欢跑步的人 最常见的一种伤害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做一些 如果说真的是膝盖受伤的话 可能就要减少你的跑步 可以做一些肌的静态的激励的训练 比如说每次这样跑的时候 膝盖很痛的时候 你可以靠墙做一些 静蹲类的这样子 对你的膝盖没有什么太大的张力 反而是更多的强化你的肌力 当然还有一些训练 比如说膝盖受伤的 肩部受伤的 手部受伤的 你能够练到你的核心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做一些普拉提 做一些核心的训练 这个很多人的核心 其实都需要加强 包括我自己 OK 还有一些如果说跑步受伤的人 那我特别喜欢有氧 那我怎样保持我的这个训练状态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去游泳 对吧 因为你漂浮在水里 整个身体对膝盖的压力会很少很少 那可以做一些这样子的训练 所以呢 受伤之后的原则 对受伤部位 我们要尽量避免对它的一些压力 但是呢 也不是不能够训练 可以避开这个受伤的部位 做一些其他的训练 这个呢 有助于你的序域循环 有助于改善你的心情 当然也有助于促进你受伤部位的 这些恢复 当然这个时候 你如果锻炼有一些部位 平时你不太锻炼的一些部位 这个时候也是正好让他们强化一下的 这个好机会 比如说你的 如果说是肩部受伤了 但是你的手臂是可以训练的 对吧 很多人的小的手臂 前臂握力 是它的薄弱点 手臂 核心 腹肌都是可以锻炼的一些点 OK 当然需要哪些训练视频呢 你可以自己去找这种训练方法 我们的APP里呢 GoodTime极客运动呢 里面有很多很多 针对不同身体部位的一些训练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训练 特别是我身体疲惫 或者是受伤的时候 我最喜欢做的是 普拉提 瑜伽 能够纠正你的身体体态的不平衡 强化你的核心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 希望这个视频呢 对你有用 也希望我自己快点好起来 能够给大家做更多更多的 动作相关的视频